各位,你好,我是心齋 一年不生,萬元放下 世界中心的貧民遙,香港重慶大廈 看完這本書,覺得讀起來還不錯 我的腦海裡閃了幾個關鍵字 一棟建築在香港,很無聊 於是我的腦海中出現了一個句子 這是一本介紹建築物的書,可能會很無聊 我果斷地下了一個結論,沒有必要看 關於這本書,除了主題之外,我一無所知 一個偶然的機會令我想起這本書 突然我想去翻閱一下這本 被我想像定義為建築物的書 不出所料,它確實是關於一棟建築物的書 然而副標題是 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極大地震撼了我 我意識到這個可能不單止是介紹建築物 這一樣單獨的一棟樓,為何可以攜帶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呢? 如此具有全球化矛盾性視角的標題 作者想透過這本書傳達什麼樣的理念和情懷呢? 好奇心驅使我翻開這本書 為於香港寸土、寸金、尼敦道的黃金地段 十七層高的重慶大廈 事實上是一棟破敗庫樓的大廈 和周圍假日酒店的繁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而亦是一種強烈的對比 令作者發現了他研究他的意義 為何這樣一棟破敗的大廈 可以擠身於耀眼的現代高樓之中? 人們來這裡做什麼呢? 這棟建築代表什麼呢? 這就是本書作者、美國人類學家 麥高登的研究初衷 重慶大廈內部主要由店舖、旅店構成 它的底層有140多家店舖 貨幣、退換店、電話卡店、服裝店、影碟店、餐廳、酒吧等等 一樓有120多家商店 三樓以上有90家左右的旅店 每間旅館大概有6至12個房間 重慶大廈每晚可以提供1000間左右的客房 重慶大廈的高層 則是南亞和提供非洲菜的餐廳 經營這些店舖和旅館的商人和居民則 包含了全世界不同種族 尤其是一些非洲和南亞人 但是也只是因為這些非洲和南亞的商人 重慶大廈成為了香港的另類黑暗之地 尤其是重慶大廈中存在的反賣毒品和性的非法勞工 令到香港當地人望而卻步 這些問題並非不存在 然而很大程度上 誇大了重慶大廈的黑暗 令人們陷入想像的恐懼之中 而麥高登之所以渴望進入這個空間 就是希望書寫這些來自全球的平常百姓的生活 為外界提供一條體見一棟大廈裏面的奇妙世界 打通擁有黑板印象的人對他的邪惡想像 從而更加能夠理解他者的生活 全球化劇烈發展的香港被視為是多元文化的交融之城 然而這樣的一個承載著多元文化的城市 對多元的少數族裔並非那麼友善 雖然香港明令禁止種族歧視 然而意識形態上的種族歧視是不容易改變的 在香港、非洲人和南亞生活並沒有那麼輕鬆 他們被認為是主流社會中的他者 有些甚至被認為是危險的 例如書中一位在重慶大廈做生意的印度商人 提到如果我是一個華人 警員會花更多精力幫我解決問題 但我不是華人所以他們一點都不在乎 而在重慶大廈作為一種容納不同種族群體的空間 提供了一種歸屬的可能 就好像Johnny這樣說 香港一個華人社會 我在這裡覺得自己好像局外人 但是我一踏入重慶大廈 我就不再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來人 彷彿回到家一樣 在香港除了華人歧視少數族裔 重慶大廈內部也擁有自己族群鄙視鏈 例如麥高登寫著 南亞人認為非洲人智商低 非洲人認為南亞人只會計劃和思考怎樣做生意 印度人認為巴基斯坦人喜歡打架 東非人認為日利亞人不可述 認為日利亞人總會施發害別人 第129月 儘管有這樣的種族問題 但是生活在大廈內的人 他們也會在不斷交往之中 成為好朋友的可能 他們也在不斷和其他種族交往的過程中 鍛鍊了自己的包容性 這些帶著污名的邊緣群體 在主流社會對他們合藝的想像之外 在異國他鄉為自己找到妻生之所 也找到賺錢的可能 處於低端全球化的他們 有些直接用自己的行李箱 或者租用集裝箱和貨車來運送貨品 有些則是背井離鄉尋求更多的機會 不論打臨時工 還是以避難者或性工作者的身份 通過書寫這棟樓裡的百態人生 這棟樓裡的世界各地 麥高登為我們展現了低端人口的日常生活故事 透過描寫大廈裡的商人、劫主、臨時工、避難者、性工作者、隱君子等等 令我們看到這個跨國流動的低端全球化人口 因全球化的不平等輪落到重慶大廈 然而他們並沒有在這裡失去對生活的希望 相反他們在重慶大廈內部尋找貴宿 不斷為了生活努力賺錢 他們雖然被全球化的不平等擠壓 但卻尋找到一條和全球化共謀的邏輯生存下來 他們將全球化承載在他們的肩膀上 將全球化裝進他們的背包中 富有彈性且積極的穿越在不同國界 他們能動性和對夢想的期待震撼了我 重慶大廈可能在主流社會裡看來是個黑暗的貧民窯 但對於生活在重慶大廈的人來說 他是夢想實現的地方 低端全球化是相對全球化而言 但對於居住在重慶大廈內部的居民 他們拔山、攝水、肩負重擔來到這裡 或是為了躲避戰略、逃離迫害 又或是為了賺錢養家 無論是何種目的、無論結局是否美滿 這種低端全球化的形態都為他們帶來了 重索人生的可能 令我們看到夢想的全球化 麥高登以香港華人眼中的重慶大廈 即是貧民窯的日常生活 側面營索了一個既全球化又合藝化的地區 香港 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性城市 對待他者的意識形態 卻不足夠全球化 麥高登通過書寫香港社會 如何對待這些邊緣、群體 以及這些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 一種自愛而內 又自內而愛的意識形態 和行為模式 可以作為更好的透視鏡 去探索不同族裔間的文化認同 如果麥高登沒有進入重慶大廈 重慶大廈就還是主流華人社會中的黑暗之地 我們永遠不會看到他如何成為少數族裔的希望之光 如果麥高登沒有進入重慶大廈 有幾多人在面對其他族裔群體的時候 還是預先在腦海裡形成對特定族裔的想像 亦以這種想像排斥他們 就好像文章開頭我提到 我對這本書的想像一樣 一本關於建築物的無聊書 這種想像仍是硬生生地切斷了 我了解這本書的可能 如果我沒有因為一個機會偶然翻開這本書 我還是根深替故地品持這個 一本介紹建築物的書的想像 與這棟建築物裏面的白泰人生失之交臂 有時候我們總是以自己的想像 和黑板印象去評價世界 從而和真實失之交臂 只有拋棄這些黑板印象 衝破想像的壁壘 我們才有機會看見他者真實的生活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大家喜歡的話 請點讚、分享和訂閱全部 拜拜